好 这台风来袭呢 各乡镇市保全户多数都就近社区活动中心 或者是学校安置收容 不过瑞穗乡在地民宿业者以及公庙配合下 提供民宿房间或者是乡房 作为灾民的保全户收容安置 希望尽点绵薄之力 让他们能够安心放心地度过台风期 山土尔海上漫步前进 花莲中南区雨势不大 不是就近到社区活动中心 就是在学校教室 不过瑞穗乡有将近20人的保全户 依循网力进驻这家民宿内安置 中午用餐时间 乡长吴万德也特别到场巡视安置情况 也亲自发送便当 让每位保全户就甘心 平平致谢 可以啊 谢谢 太习惯吗 在这里这样子度过台风夜有没有比较安全 有 山土尔台风还没有进来之前 瑞穗乡降雨量就创全台之冠 除了花64线瑞港公路 以及复原过水路面灾害 也完成强制撤离 以及收容共39人 其中20人全数收容在这间民宿 业者表示 希望进点绵薄之力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避难所给保全户 一般我们都认为都是在活动中心 那你真的生活就不是不方便了 那床可能也不是有时候可能不是那么好睡啊 就是垫子 所以我们可以用民宿的方式来提供收容 这也是相公说很贴心的一个做法 让被撤退的那些保全户 他们心情也会好一点 可以做得到的我都尽量 现在我们收容全部20位 在这里很感谢这个民宿业者 提供这么舒适的安全又好的地方 来给我们收容这样 日式相处的民宿 另外青年寺也会提供厢房 作为灾民安置收容的地方 乡长吴万德感谢在地业者及公庙的支持协助 台风期间也呼吁乡亲民众随时注意台风动向 千万小心注意自身的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士台风报道